有国才有家 是国保卫着人民的家园 可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民族 他们的国早就随着历史的进程 灰飞烟灭 他们的家在昔日敌人的管制下 濒临破碎 而这个地方就叫做冲绳 冲绳县原本名曰流球国 这个国家是二战之后 唯一一个被日本侵略 到今天都没有归还的地方 这里的人民从那时起 至今始终在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战 他们的口号坚定而响亮 那就是冲绳要独立 美军滚出去 那么冲绳人民 为何会将百年前的仇恨绵延至今 日本政府要是怎样对待这些流球移民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深入探究着其中的隐情 希望各位新来的朋友们 可以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方便查案往期精彩内容 通过有关于当地的报道 我们可以发现 在日本的冲绳岛上 每天上演的都是一样的景象 那就是当地居民 在驻日美军的军营前游行示威 高喊让其滚回美利坚 还冲绳太平 二理来说 面对本国民众的诉求 各国政府基本上会予以安抚 又或是采取强制手段 但冲绳线的反抗却是一个例外 面对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抗议 美日两国政府竟然默契地选择了无视 对于当地人民的怒吼 不仅置之不理 反而是将岛上驻军 悄无声息地增加 渐渐地原本应该遍布日本的美国大兵 现在有一大半都成为了冲绳岛上常客 这样的行为让世人感到震惊 纷纷表示这还是一个和平年代该有的样子吗 身为世界警察 咨询民主自由的美国 就是这样对待普通民众的吗 难道说之前在国际社会上 谴责中俄等国人权问题 不断高举人权大齐了美国 自己却做不到民主自由吗 是啊 事实还真就是如此 冲击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 倒对妇女的偏见 显然她们是只能看到别人的问题 却理所当然的忽视了自身的卑鄙行径 而在这座被罪恶强夺回来的岛上更是如此 那么美日两国究竟对冲城县的人民 做了什么丧尽天壤的事情呢 这还要从19世纪后期开始说起 19世纪后期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国力大大增强 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而他们选择扩张的第一步 便是距离九州岛不远的琉球群岛 众所周知 琉球群岛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琉球王国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藩属国 和很多东亚东南亚的国家一样 他们也始终以汉字汉文化为自己的立国之本 在明朝正和下西洋之时 中国政府封当地的国王为琉球王 琉球也从此时开始每年不停地向我国称臣纳贡 可到了17世纪明朝灭亡之后 琉球人民失去了宗主国的保护 其处境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当时日本国内爆发了战争 一部分战败的武士阶级逃到了茫茫大海之上 由于巨无定所 他们便将目光盯上了弱小的琉球王国 这些日本人一开始还只是威胁恐吓琉球国王拿钱消灾 给他们补给食物水等生活物资 到后来竟然打起了吞并琉球的主意 琉球国总共也没有几个兵 自然是敌不过这如狼似虎的倭寇 于是乎就只能任其宰割 琉球人在日本人的威胁下学习日语 身穿日式服饰 就连生活习惯也严格按照日本的标准 眼看着就要彻底成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了 幸好当时刚刚建立的清政府也不是失速的 在得到琉球国王的求援信息之后 进行了出面干涉 日本方面碍于清政府的实力 就没敢再做什么过分的举动 琉球的局势也就暂时的稳定了下来 可好景不长 虽然日本开始明智维新 国力越来越强盛 而反观清政府不仅越来越腐朽昏 还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将海上的优势全部拱手相让 日本方面敏锐地察觉到了两国实力的变化 于是吞并琉球的计划就再度被搬上了台面 1872年 日本先是单方面宣布将琉球并入自己的国土 随后又于第二年直接出兵 弃略了琉球 不仅大肆屠杀当地的原住民 还废除了原来的国王 另立了一个傀儡 眼看着清政府没有动手的打算 1879年 日本方面甚至直接将新的国王也请到了东京 将琉球国改名为冲绳县 其实在这时 琉球还是有救的 只要清政府出面 日本还不敢为了一个小国与中国开战 但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 马关条约了先定 琉球的灭亡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 不妨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视频即将继续 谢谢大家 其实如果琉球被日本占领后 日本人好好地对待岛上的移民 纵使有着国仇家恨 几代人下来就渐渐认可自己的国籍了 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在冲绳岛上大肆修建防御工事 埋设陷阱地雷 完全是将冲绳和冲绳岛上的居民 视为了战争前线的炮灰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准备 终于派上了用场 1941年12月7号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山本56的指挥下 数百架飞机将珍珠港内的美军舰船炸了个稀巴烂 而美国也在这场损失惨重的浩劫之下 觉醒了民族意识 正式加入了二战之中 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看似大火全盛的偷袭 竟然唤醒了一只沉睡的恶狼 美国政府在罗斯福的号召下 开始加足马力建设生产海军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就将原本支离破碎的海军 打造成了世界第一 在这支全世界最先进舰队的帮助下 在中途岛 硫磺岛 菲律宾等战役中 美军渐渐地将日本联合舰队主力消灭 为了海军舰队 日本的制海权制空权全面沦陷 没办法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陆军的反抗了 而日本陆军最能仰仗的 正是处于冲绳岛上的主力兵团 他们个个都做好了 以此效忠天皇的准备 甚至当时在冲绳岛上 全言欲碎 就成了每个日本士兵的口号 当然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领土 这么做也在情理之中 但他们错就错在 也要求冲绳县当地人民 也加入到这场战争之中 在日本人的威胁恐吓之下 这些无辜的人民 只要拿起枪开始临时训练 可这些临阵摸枪的百姓 怎么会是美军的对手 在1945年4月 爆发了冲绳岛战役中 这些炮灰被日本军方 推到了战争的最前线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就已经死伤殆尽 而且在战争结束后 美军为了报复日军 对他们造成伤亡 还在岛上大开杀戒 他们可不管 你是不是被日军裹挟的 只要在这座岛上 就是他们的敌人 就这样 最终在二战结束之后 原本岛上约40万的琉球移民 瞬间锐减至20万 足足死了一半以上 你说冲绳县的居民 能不恨日本人 能不想独立吗 那么为何冲绳人 对于美国是一样痛恨呢 难道就因为当年 美国不分敌我的屠杀吗 当然不是 美军屠杀冲绳岛上居民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那就是日本政府 全员玉碎的恐吓 那些不去生死的日本鬼子 却是给美国大兵杀怕了 他们也不知道 岛上谁是日本人 谁是冲绳人 只能宁杀错 不放过 冲绳人也知道 这一切都怪日本人 美国人这么做 也是逼不得已 所以这并不是 他们恨美国的原因 而在这之后 美国方面所做之事才是 1945年8月15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美国方面也察觉到了 冲绳的意样 通过慎重考虑后 决定将其剥离 日本的统治范围 转而交接给国民政府 不过由于蒋介石的错误决断 这次收复国土 解救冲绳人民的机会 就这样被白白措施了 眼见中国 不管美国人 就只好自己出手 他们派出来一批美军 驻扎在岛上 以维护治安的名义 统治了这里的人民 一开始 冲绳人民还觉得 美国人怎么也比日本鬼子强吧 跟着这个世界第一强国 大概不畏失亏 可实际上 冲绳的一主 显然是刚赶走了虎豹 又来了豺狼 渐渐的他们发现 美国人简直比日本人还要畜生 自从1945年 美国大兵驻扎在冲绳岛上 可谓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什么强奸妇女 什么当街打人 都是家常便饭 当时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 根本没工夫管冲绳之事 没办法了 冲绳人民就只能找到日本政府 岂由他们能出面帮帮忙 但令冲绳人没想到的是 日本方面根本就没拿他们当本国人 更别说是强小民女了 就算是将整个冲绳县涂光 日本政府也不会为了这些琉球移民 去得罪美国 后来由于越南战争中 美国政府损失惨重 短时间内无力再插手日本群岛之事 于是在1971年6月 便将冲绳还给了日本 不过这次 日本方面依旧没有好好对待冲绳人民 在冲绳县回归日本之后 冲绳人民所遭受的 依旧是不公的待遇 美国大兵依旧在当地无恶不作 军事基地依旧一个接一个的见解 你说国破家亡 饱受欺慌的冲绳人民 能不恨美日两国吗 那么视频的最后 大家认为在当今的国际局势下 冲绳县一望实现独立 将美国人赶出去的愿望吗 欢迎观众朋友们 在评论区里进行讨论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制作博弈 希望各位喜欢的朋友们 可以点点关注 不管可以方便长按往期视频 和之后的更新内容 还可以在评论区里 多多留言讨论哦 感谢观众朋友们